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多少四级大圆满的修士都不够他杀 而叶凡却全部接了下来 同样让人震惊 辨德身行 似道行 下酒游清贺 语如道音 相彻天地间 回出的见到更可怕了 道徒如冤 每一幅都极度可怕 要将叶凡阵风 嗡的一声 虚空抖动 一株青莲浮现 混沌雾气缭绕 轻轻移枕 诸多道徒破裂 混沌重青莲 这一上古异象出现 相伴在叶凡的身边 历时建功 叶凡首持龙纹黑金圣灵解 宝相庄严 立身九重天上 玄黄气绕身 又将仙王异象运转到了极致境界 两大异象加深 他一步一步向前迈去 无比的坚定 黑色大剑摇指下酒游 任剑图飞来 唯有一箭破之 不能活捉你 那就斩掉你 下酒游大鹤 发肆飞舞 谋运神光 这一刻 他以一身烙印虚空中 眉心绽放七彩神芒 垂落下万道锐彩 如一尊太古的神奇俯升 让所有人都心计 神奇之眼 天哪 真的是神奇之眼 他绝对得到了盖酒游的传承 是同出一脉的无上神术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在下酒游的眉心七彩光芒绚烂 可洞悉世间一切的神奇之眼睁开了 那是一只晶莹而美丽的眼睛 但却发出了让人恐惧的波动 如彩虹一样的匹链射出 打向夜帆而去 神奇之眼 顾名思义 达到极致境界 能阅语出神灵的法力 可毁灭一切敌手 动的一声 神奇之光射下 打的龙纹 黑金剑都翁翁颤抖 震得夜帆手臂发麻 弱是一般的人 早已生死到消 当的一声 又一道神奇之光落下 与混沌重青莲一象撞在了一起 让这片天地都一阵剧烈的抖动 可怕的神术 即可勾动神灵的力量 纵然是画龙秘境的修士来了 都会被打传 神奇之眼 惊天动地具有不可思议的伪力 众人默不到惜冷气 让诸多老辈人物都几倍深寒 真正的心惊肉跳 若是对上这个逆天妖孽 他们多半也会隐恨而终 下酒又傲气冲天 果然有辟腻年轻一代的资本 越是了解人们越发的没脾气 动的一声 神奇之眼射出的七彩匹裂 又一次打在龙纹黑金圣灵剑上 让他嗡嗡地颤抖 力大如天 叶凡一声冷横 他将圣剑背在身后 一声长啸 整个人爆发出万丈光芒 像是一尊上古的金身战神 这是不灭金身 身体果然小成 凝结了独有的不灭金身 混沌重青莲 先王临九天两种异象 都与叶凡合一 他通体璀璨 神艳腾腾 如黄金胶筑而成 充满了强大的力感 连发丝都被染上了金色的光彩 像是一簇黄金神火在跳动 整个人如一尊神灵觉醒 金色血气成天 汪洋一样的恐怖波动 在汹涌 无与伦比的强大气息爆发而出 叶凡一步登天 挥动金色的拳头打向高空 不灭金身 圣体复苏 需要一往无前的气势 才能发挥出无尽的潜能 轰的一声 他每一个动作都沉重如山 让虚空抖动 金色的拳头 与七彩匹链碰撞 苍穹巨震 如海啸连天 这是一片璀璨的能量风暴 淹没了整片夜空 夜凡以不灭金身抗衡神奇之眼 一步步的向夏九幽逼去 圣体的血肉太可怕了 难怪在天界中活了下来 纵然夏九幽法力滔天 若是让圣体近身 也唯有隐恨收场 圣体小沉吼 夜凡不灭金身 无比璀璨 如古之大地行走在人世间 万法不侵 很难伤到其分毫 夏九幽终于动容 不再像过去那样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中 他有些沉不住气了 万一被对方逼过来 后果不堪设想 不能收你为仆 我就取尽剩血 彻底毁灭你 九幽仙渠在想 大道天音震动人世间 要将人的灵魂破灭 他可磨灭世间一切法 低进大道 斩落苍穹 紧接着 仙音一阵 气急更恐怖了 仅仅一瞬间 让无忌修士都战战兢兢 这事 天哪 神曲接续了下来 这是杜结仙曲 就由仙曲为序长 接续下来就是无上杜结仙曲 这是毛头小子 还是个傲气冲天的小丫头 太强大了 纵然连见多识广的大黑狗都在暗中惊叹 任谁都知道这是盖九幽的无上感悟 八千年前唯有他能站出 杜结神曲一出天下设服 夏九幽年龄还太小 不可能有这样心灵境界的升华 他是根据千人摩刻下的感悟 在演绎杜结仙曲 即便这样也极度恐怖了 用来对敌杀伤力太大了 可以说几乎可以横扫一切敌人 叶凡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危险 不灭金生光芒万丈 黄金神焰熊熊燃烧 他如浴火而生的神明 在这一刻他将锦绣河山 阴阳生死图这两种异象 也展现了出来 与自身合一 而后大步向前逼去 少竹 少竹不要啊 杜结仙曲刚一响 远方那两名灰衣老人 就大叫了起来 不打花龙秘境 此曲不能施展 动了一人 杜结仙曲第一击打来 像是天翻地覆一样 整片天地都是仙音与神盲 两如白昼 无上妙音像是从太古流淌而来 叶凡一下子就被打出去六百丈远 整片苍穹都快被掀翻了过来 无上美丽再浩荡 好强大的仙曲啊 叶凡身体矩阵 好不容易稳定住身形 不灭今生更加赤胜了 通体犹如黄金胶筑 金色血气冲销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杜结仙曲 竟未将他打穿 每一个人都是瞠目结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